新北市卫生局为了要协助民众戒烟 特别结合了辖内303家的医疗院所提供二代戒烟 其中的171家在年底前还免收挂号费 卫生局表示 第一代戒烟原本每周必须要执行负担1250元的药费 现在则不需要了 前后算一算一个月可以省下将近5000块钱的费用 希望能鼓励更多的民众加入戒烟的行列 饭后抽根烟快乐似神仙 许多有烟硬的民众抽烟的时间都长达十几二十年 一时之间要他们戒烟可以说是比登天还困难 新北市卫生局就表示 透过自身的意志力戒烟成功几率不到一成 但透过戒烟门诊的协助 则可以大幅提高三至四成的成功率 而现在卫生局还推出二代戒烟 不但减轻自行负担的药费 年底前还免收挂号费 算一算最多一个月可以省下5000元 第一免收挂号费 第二二代戒烟的推出以后 从第一代每周的药费是1250块钱 降低到每周用药的经费部分负担是200块钱 如果一次开立一个月四周的药费来计算的话 每位市民饮君子 他就可以节省大约5000块钱的这些经费 新北市卫生局强调二代戒烟用药比照一般健保 每次只需付20%以下最高200元的部分负担 就能够享有每年最多16周的药费给付 目前提供二代戒烟服务的医疗运所共有303家 并且协调其中171家医疗院所免收挂号费 有参与这个二代戒烟的这些诊所大约有300多家 那第一波答应我们投入这个免收挂号费的有171家 我们在持续的跟这些诊所沟通 希望到年底之前通通可以纳入 卫生局呼吁为了自身的健康 希望有抽烟的民众能够尽早戒烟 而相关的医疗院所详细资料与戒烟讯息 民众如有需要可以上卫生局网站查询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